下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用来解决先后失去的重要原则 叫做截切原理 我喜欢的说法叫做先有西瓜才有西瓜被切 你蛮有西瓜的 好 先有西瓜才有西瓜被切 被切的先发生 切别人的后发生 A 影响B B 受影响先发生 A 影响别人后发生 所以叫做截切原理 截切原理 被截切的受影响的先发生 切别人的影响别人的后发生 这叫做截切原理 好 来 如果两个身边没有截切 请注意 A 跟 B 没有互相切 先不要直接就说不知道 要看看有没有第三者 A 跟 B 没有互相切 但是 A 比 C 找 C 比 B 找 A 还是比 B 来的 找 所以要查一下有没有第三者 如果没有 那就是不知道 如果有 你就可以知道 OK 看图 这里的考证都是看图 看图你能不能知道什么 来 举例 这里有个盐麦 有个断层 这个图上面是断层切原麦 还是盐麦切断层 断层切原麦 盐麦被截切 所以谁先发生 盐麦 盐麦先发生断层后发生 所以这个图里面显示的是 盐麦先发生断层后发生 OK吗 所以这张图 画的是盐麦先断层后 OK吗 OK 那 画一张图 如果我们的图画成这样 这里是谁切谁 盐麦切断层 谁被截切 断层被截切 所以谁先发生 断层先发生 盐麦后发生 所以这张图是断层先发生 盐麦后发生 盐麦后发生 好 这是不这样 所以前一张图和这张图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讲过 考试说你是什么 看图 看图 图上面告诉你是什么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那如果我这样子画呢 两个有没有互相切 没有 两个都被最上面的青石切掉 所以大家都比最上面的青石早发生 两个人都切开所有的成绩 所以两个人都比所有的成绩晚发生 我们两个都比A早 我们两个都比B晚 那我们两个谁早 叫做 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结切也找不到第三者 所以答案叫做 不知道 五把判断先后次序 所以这张图叫做五把判断先后次序 这就是我们要学会的事情 人家考试把图画出来 你可以看得出来谁先发生谁 后发生 我刚刚讲过 这个题目跑的比较多 对不对 有ABC诸事件是 请你排他的先后次序 这就是我们要学会的事情 OK 这就是我们讲的 如何知道有发生什么事情 如何来判断先后次序 OK 接下来是举一些例子 跟你说明 地层记录地质事件 这个 龙洞南口 鼓沙滩 你怎么知道 他鼓的时候是沙滩 因为这里有一条沉积 来放大 看起来背壳那种 所以我晓得 在从前从前很久很久以前 在这个时间 他是沙滩 他是沙滩 他曾经是沙滩过 OK 好 这里有个线型构造 沙液延护城 然后被 用一个大弯 哦 这里有沉积 沙液延护城沉积 你还可以知道一个海石平坦 还有 它有受到强烈的 压力作用 所以会让它绕了一个 大弯 而且还算 一样是南北巷还是东西巷 方向可以知道 哦 这里有曾经受到 强烈的力量作用 所以有一个大弯 好 这叫做交错城 我讲过了 风有交错城 流水有交错城 讲过高中二辉 让你学会 怎么从流水的交错城中 看出骨水流的流向 哦 这原来这以前有个流水 像这样子的流过去哦 像这样子的流过去 哦 这样子的流过去 哦 哦 这里 哦 大颗 什么意思 流水流速比较 快 后来变小颗 所以表示流水流速变得比较 慢 然后又大颗 那就表示流水流速又变 快 大小颗分开 所以叫做立即 成礼 哦 这曾经有过流水流速如此的变化 如此的变化 OK 看得断层 以后会叫断层 哦 这个是一个逆断层 未来会教你 逆断层是受到压力的作用 啊 这地方有受到一个强大的压力 所以它产生了一个断层 未来会教你 断层会产生地震 哦 可能以前这里有曾经发生过 地震 这就是要告诉你 我们刚才讲的话 地层记录 地质事件 地质学家去看 看到这个地层 然后去了解 古时候 发生过什么事情 有过什么演变 大家的情况是怎么样 他们要做这个研究 OK 这叫做地层记录地质事件 OK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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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